请把这个所有的画的位置画好 这里是一个开的画 然后是半开的 刚刚开一点点 上面一个蝴蝶 下面还有一个 一共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四个画 下面是红一点的画 好 我们首先画这个中间的画 好 这是白颜色 你先调白颜色 然后笔尖调黄颜色 藤黄 一边调笔一边旋转 一点点 一点点 主标 一点点主标 也可以用则实 也可以用这个绿色 我们用主标 好 我们首先画这个画心 车锋 笔尖向上 一 二 三 三笔 这个黄银 这是一笔 两笔 三笔 这个中间有一个分 能够看见分开一点点 笔条腾滑 笔尖调腾滔尖调一点点 主标 一边调一边旋转 笔要旋转 横着画一笔 一 往上一笔 二 这里再画一笔 在这个画心上面 画一笔 一条腾滑 这是画深一点的滑瓣 笔尖调主标 这多调一点 一边调 笔一边旋转 还是笔尖调 后面是黄颜色的 笔尖 对着这个空隙 按下去 笔尖后面往上推 笔尖沾一点点水 已经沾一点点水 这样画出来画半颜色润一些 调黄颜色 藤黄 已经调 主标 一个 这里再画一个小小的画半 把这个画半留出来 二 一 在这个画半的后面 三 这个笔尖尖调后面是浅的 前面是深的 已经调一点点胭汁 我们加一点点胭汁 刘潸 267 调高 筺尖标 已经调一点点胭汁 我们加一点点胭汁 下一点点胭汁 加一点点胭汁 加点点胭汁 加一点点胭汁 加一点点胭汁 一点点 加一下 加藤华 加主标 加一点点胭脂,很少 比一边,一边旋转 去进去 滑过来 这里 转滑进去 按下去 把这个前面的画半 按下去 比按下去 比不能画 前面是深的,后面是浅的 然后比补充一点点胭脂 再按下去 把这个画半留出来 好,从这儿 比 移动一下 大一点的画半 先点一笔 然后车锋 比前向上 比按下去 往前转 咪 一条灯花 一条灯花 不然 畢竟调注标 畢竟调 胭脂 把这个花瓣 后面再加 畢竟要加一点胭脂啊 稍稍深一点 一个花瓣 往上加一点点 好 这是一个 这个花瓣 再往上 这是另外一个花瓣啊 不是 不是前面一个 只是后面还有一个 比他大一点的花瓣 在这个花瓣的后面 花瓣在这 比金条注标 比条灯黄 比金条注标 车锋 第二个花 第一个花 等一下还要花深颜色的 切 把花瓣切一下 在这个花的后面 车锋 第一 一 二 一边大一边小 不要画一样的 那个你的画稿是一样的 这大 这小 三 四 五 一 一条藤华 一条藤华 一千条 主标 车锋 八的 滑半 一 推 二 二 一千 补充一点点 图标 可以 一条藤华 一条 比条 主标 比 主标 稍稍 度调一点 加一点点 胭脂 现在花深颜色的 滑半 切 一 推过去 画一个圆弧 画回 画回 好 比例淡點水 然后主标 然后胭脂 上方退一下 因为笔件都是深的 所以笔件可以把这个 对着这个浅色的滑瓣 把它画一下 这样就把这个 拓出来了 好 好 好 先沾点水,调藤华,调助标 好,上方,已经向上 1 2,点一下 把一条线上去 调藤华,调助标,调胭脂 我们把这个滑瓣剩的部分画一下 要做标调胭脂 这个滑瓣,车锋 按下去 上面是浅的 按下去 把这个稍稍画平一点就可以了 要淡淡淡 黄颜色 我们画这个花苞的颜色点一下 这里一个花苞 下面 点一下 黄颜色的画 要主标,要胭脂 我们把这个滑瓣的 深的部分再强调一下 这里点一下,测方 点一下 这里是它的 华尔辛 我再强调一下 我再强调一下 把这个 测方 先把它花心 切一个花心出来 按一下 按下去 车锋 按一下 又要画一条细线 这样 按下去 点 这样子 线条是不是很整齐的 这个笔 不要调黄颜色 笔调 主标 这是画最深的部分 这个笔不要调黄颜色 笔调 笔调 腌脂 还是这样 撤方 写一下 补充胭脂 这是刚才 第一个最前面的画板 切 你看 前面尖的 后面稍稍快一点 往上 1 2 把它的画形 1 2 3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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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还有一个红颜色的画 一条注标 一边调输红,一边调笔一边旋转 车锋 一 二 三 三 四 一条属红啊 一根条胭脂 前面的 在这个画板后面,还有一个画板 然后这里 画小的画板 画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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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调胭脂 一条注标 一根条属红 我们这里画 画包 一 红颜色的 画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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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 这时候比调 胭脂 胭脂多一点 这个 玫瑰花的 画心 强调一下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三九星的画心 胭脂加墨 龙墨 龙墨 点花 点花 点花蕊 哎 这里 现在 点三 三个 就可以了 这个 有五个 点在这个 画的中心 这个多一点 前面这两个白黄颜色的 不能点到的 点在这个后面 这个后面 看一下各个画的位置 我们调一个绿色 藤黄 花青 颜色稍稍浓一点 底尖调一点点 胭脂 我们画这个 花鳄 下面大一点 上面往上画 绿色 底尖调 胭脂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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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点 把所有的花包都画起来 下面大一点 下面大一点 继续的花包 六 二 三 五 三 五 二 三 五 二 三 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要绿色比尖条一点点胭脂 我们把这个花 开的花 我们也花一点点 花一点点 花额 谢谢大家 花两笔就可以了 后面看不见了 这边也花一笔 这个 这个花完了 东北墨 这是墨加中的墨色加测石 这是测石 两个是不一样的 颜色可以稍稍 稍稍这个水多一点 然后笔尖调龙墨 我们画这个 自干 主干 车方 他这个是 预计画是墨本之路 他这个主干是长年生的 画在这里 然后这里 等一下要画页 下面粗一点 中点摩射 中点摩射 下支十 一根条龙墨 在这后面 再画一个字 传过 这里要流扣 流扣 再下来 一根条龙墨 一根条龙墨 眼台 两个靠在一起 一个分开 好 你 一根条龙墨 我们现在 调这是花青 藤黄 佐石 还一点点中末 混在一起 这是一个 颜色比较淡的 嫩嫩的颜色 我们画它的枝 把花和枝连起来 和这出来 放在这个 股市上面 和刚才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小枝 花 还有一小枝 这个字就画一笔就可以了 在这里等一下画叶子 就把它遮挡住 这也是画一笔就可以了 这里等一下画这个 叶子 把它遮挡 这个是这个大一点的花 上面是叶 叶子花 一条花心藤黄 画一下 一件条胭脂 我们画它的字 我们画它的字 车方 一条 一条 它是画一条 还没有 有点点胭脂 它这个刺呢 稍稍有一点红色 谢谢大家 这个叠好以后,把这个大的质感上面点大一点的 颜色深一点,加一点点花青 加胭脂 深的 深一点 感谢 点赤 是点完了下面就是画叶子 这是藤华 花青 三绿 调了一点点三绿 这个颜色是粉粉的绿色 颜色比较嫩 然后笔件调一点点胭脂 一边调笔一边旋转 然后我们画这个小叶子 小叶子呢是前面一笔 不要画得很大 一笔两边点三 两个就可以了 有大有小 不要点的都一样大 小绿色 一件条胭脂 我画这个小嫩叶 它一个弧度 一个小小的弧度 这里就点两个就够了 车方 画一笔 一条粉色 粉绿色 先调胭脂 一条 一二三四点一下 一个小有大 前面一个一直要大一点 侧峰点一 不要中峰 小绿色颜色 连续画 一组 两组 三组 这样前后有这个色的变化 这个才画的时候 颜色深一点 画到最后颜色会淡一点 然后那绿色 一件条胭脂 一二挡在后面了 这个组 呢 都是 比起来 满了 一个绿色 这边还有一组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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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笔条胭脂 刮一下刮 刮他的印脉 印脉刮一笔就够了 一笔 不要画得很完整 少少点一下 那胭脂 再塑一个液 就加上 加上他的液脉 再过来 再用一口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车方 我画在这 最主要的这个地方 这个画要 流出来 不要画到画上去了 你可以画在前面 一 一只要一点大 大一点 一二两笔可以 三四 不要画到 画上去了 那流出来 后面一只是侧面的 可以小一点 画一个就够了 还有一个 点一下 花青藤黄 小一点点墨 深的绿色 一件条浓墨 继续 继续画后面的叶子 在这后面 二 三 在这个字 给字挡住了 就给前面叶子挡住了 特别再补一个页 调生率 笔尖条浓墨 我们继续画这个生的叶 这画好以后 这是一组 两组在一起 分成一大组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 在这个生的字上面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咱们再到 把他的记 调生率色 一件条浓墨 此在 吹一主叶 一 一、二、三 再来 往下 一笔、两笔 三、四 好,就在这后面 这深绿色 调一点浅的,加进去 这边还是调浓墨,调一点点 拇指在 加在这个后面 这个颜色比它颜色要淡一些 下来 一、二、三 这个 叶子比前面的叶子要淡一点 比这个刚刚画的要淡一点 在这个后面 一组、两组 看一条这个淡一点的绿色 最浓的要淡一点 在后面再加 再加叶 一、二、三 一、二、三 下来 这整个一大组 比沾点水 调一调 这比自己沾来的一点水 调一调 好 这淡水画的这个 画的这里 它不会影响这个深颜色的质干 画就可以了 不会影响的 这是 这个颜色是加了水的 再往下 我画了一组 全是淡 淡一点的 笔尖再沾一点水 把这个浅色的 也调进去 继续画浅 再浅一点的叶子 在这后面 在这里 这一组的叶子 下面 变化的画 画流出来的 一组 两组 三组 你沾水 调绿色 这颜色就更大了 加了水在里面了 然后在这个 第一层 第二层 然后画第三层 往后稍稍画一点 更淡的 点在这个叶子 叶子里面没有关系的 点一下 把这个叶子的空减少一点 这是很淡的 画法和 叶子的画法是一样的 只是点在这个 空里面 这样干了以后 它就 它有三层 三层不同颜色的叶子 你沾水 调一调 很淡的颜色 在这里 再称一点 淡淡的 干了以后它会 看到一点点 这里面 点一下 把这个空 适当减少一点 这里还可以 画一种 淡淡的叶 互相被影响 好 我们把这个红颜色的花 把它的花围点一下 白颜色 加黄颜色 也是要浓一点 点在我们点的这个 深色的胭脂点上面 再点一下 啊 下面点黄以后 孩子这个颜色 加一点白颜色 藤黄加白啊 把这个黄颜色的花围 点一下 颜色隆隆的 点在这个 原来的胭脂上面 这花苞 点两三笔 就可以了 三个 一点点 下面不能整齐啊 好像这个花瓣后面还有这个能遮挡住了 不然的话还能看到这个花儿 对 这个花瓣后面还有这个花瓣后面的 看 已经调一点点浓膜 比较干一点不要太湿 画蝴蝶 首先把蝴蝶的位置画一下 这蝴蝶注意不要跟它这个花在一个线上面 触开 要么在前面要么在后面 这里是提款 我们先画这个蝴蝶的 下面的脂肪 骨架 然后是上面的脂肪 骨架 因为这笔键调的是浓膜 底调的中等默色 所以画的过程当中它默色会发生一些变化 所以开始画的只能深一点 然后会淡一点 跳龙墨 画它的身体 它的头 这个它这个脂肪是长在背上面 你可以前把这里画一个背 然后下面是它的身体 前面 前面 三角形的头 紧着 然后画它的出角 在这个胸这里 不是在这里画腿 在这个它是长在这个胸这里 往下画两笔 下面是合在一起 上面分开 这里点一个木点 这个蝴蝶很多 就是这里有一个图案 这里点上木点 这里还有一个 下支把往后 一条这实 颜色不是很浓 淡淡的 把它的木线全部画一遍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调一点中摸 中摸 调节时 把他的身体 把这个字符填在这个空里面 再调一点中摸 三千 调一点白的 这三千 这是三千加白 颜色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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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下面的字符 这是上面的字符 从这个字符的后面 这样点 把这个线不要点到线上去了 点的时候把线都流出来 后面的 先尽量流出来 好 这样就很好看了 这个纸板的后面 然后很大很大的划清 像水一样的 加一点点过一样的 加一下 加一点点amin �� blank 三点续 继续往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换完了 好 这张画就画完了 终来相继远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